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大黑基地里面吊打七天七夜 然后逼他能够承认说你是接受了萧云军的贿赂 那么他们要坐实这样子 因为他们认为围标这件事情看来是不能够自于萧云军的死地的 还是欠妥 所以他们要这样做 那么这件事情一个人被吊了七天七夜 说什么叫你写什么就写什么 叫你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所以李陀子这个笔录他们已经搞定了 那么下面一步他要找你 因为你的口供如果和李陀子的口供不一致的话 这个案子是检查局检查案通不过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下面我们想问问这个萧先生 鄂州市公安局他们怎么能够和你在澳门见面 来完成你的笔录的 你来给我们讲讲时间地点 这个事那就牵扯了很大的一个面积 但是我只能简单介绍 没关系 因为他们要通过我的材料来做死做铁唐花系的冤案 然后他就叫我的一个朋友郭元凌 就跟韩才兵有勾结的一个人 郭元凌你们当地也是一个企业家吧 对是跟我也是很好的一个朋友 但是他在这陷害我的时候 他就是跟韩才兵是一伙的 就是以前的好朋友 对但是他要跟韩才兵勾结在一起 就把你的老朋友丢了 对对对 但是以后再介绍这个人 我们在以后再说 对这个人就跟我说 他说你不要跟共产党作对 他说你赚钱的机会很大把的 他说我跟韩局长是很好的朋友 你配合韩局长把个材料做了 把这个地退回政府 到时候就说你围标为谁 或者什么罚点款什么的就搞定算了 你如果说要是赚钱 我马上那个郑州的一个一块土地 要赚一二十个亿 到时候分你一两个亿五十位 他就假惺惺的用这个 对对对对对 他是在什么地方跟你说这个话呢 在澳门呢 在澳门啊 在澳门跟我说的 说的我就当时就觉得是好朋友说这个话 但人也抓去了 我也怕我那个姓谭的朋友在里面跟他们讲 跟他们顶吃亏 我就 我就还特地给他老婆打了个电话 跟姓谭的那个 对 谭是 就是谭话的谭话 谭话西的老婆我就跟他打了个电话 我就说 他说要不我们就退出来算了 斗比云共产党 我们就 反正以后还有赚钱的机会 要不我们就说是维标 谭话西的老婆 他说你随便说的可以无所谓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想跟政府作对 谭话西老婆就跟我这样说的 那我就 我就答应了 我就说好 配合他们做那个材料 嗯 他那个 那个 郭云林就叫我打电话 给韩才兵 因为我不知道韩才兵的电话嘛 嗯 郭云林就把韩才兵的电话给我 我就当时打他的电话 从澳门打电话过去 他就 立马就 派两个人 一个叫叶仙华的 一个叫姓高的 一个年轻的 两个人 两个人 到澳门来 到澳门来执法 那个时间什么时候 十一月份左右 十一月份 还没过年是吧 对 一七年十一月份 对 这两个人 那个负责人是谁呢 是 负责人他们 这两个人是谁主要负责的 应该是姓叶的负责 负责 负责分是吧 对 记录是那个小年轻 对 姓高是吧 对 那么他两个人 呃 在什么地点建你的 在澳门的那个万利大酒店 嗯 万利酒店 酒店的房间里 对 房间里面 嗯 那他们有没有亮自己身份呢 亮了 有没有 你看到他们拿的那个证件 对有警官证 警官证都有啊 对对对 然后他们跟你说什么了 做材料啊 他就做材料就是要执法是不是 对对对 他说我们要做笔录是吧 对 执法做笔录 就像大陆做笔录是一样的 那就是 有录音的有摄像的有记录的 都有吗 当时都有 他用手机拍照 拍照 嗯 再有录音呢都有 嗯 写材料之前都有录音 嗯 这个笔录做了多少时间 第一天从早上做到晚上 做完了 我以为做好了 那么这个笔录是有关什么 什么样的内容 就是针对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要我 就是暗示要我说 这个土地是围录的 是唐花溪是知道的 嗯 受益的或者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我第一天做的材料 就没有说他受益 就说他 他知道 但是他没有参与 或者就是 就是因为 因为做了假材料吗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是 他们 教你怎么说 你按照他们的口气说的呢 还是你自己想好了就说的 暗示的 暗示的 他又不行 结果我以为搞定了 他们自己办案人开始也以为搞定了 但是第二天他们没走 有没有什么按手印啊 签字啊的都有 都有都有都有 都跟大陆这个一模一样的 都有 但是第二天他又通知我 他说你昨天我们领导对你的那个口供不不不不不满意 领导指的是谁 韩哲明 韩哲明对 不满意 你需要重新做材料 什么地方不满意 他说了没有 他已经说你这 最对 就是说 对 唐华西构成不了什么 他们 起不了什么作用 他们的意思就是 这个事情是唐华西在主持 对 你这是说他知道 对 有差距是吧 希望你要往那边靠一靠 还要说他指使 你看 是不是说 凡事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 对 那重新搞 对 这不叫笔录了 是 他是这样的 他先我说他知道 我说这已经把他扯进来了 我说他知道 他说这还不行 你第二天继续做 你要说他指使你这样搞的 这个是那个姓叶的说的 领导说的 韩哲明说的 韩哲明的意思 他已经说了韩哲明的意思 对 然后你第二天 又做 那是没有办法情况下 你是不是这样 对 又做了 又做了 他就把那个唐华西那个案子 就 于安案做铁了 做实了 他就是说 那边可能是 唐总那个地方 就是说不定也是七天前调打 让他承认 一方面 一方面你那边也承认 两个笔楼对起来 对 那么就说你们是围标 有人出钱 有人这个出马 有人得钱 对 对吧 好 那么这个 有没有关于你像那个李图子行贿的这个事情 比如做了没有 都做了 也做了 都做了 那么这个事情他们满意了 是吧 对 因为李图子已经说了 他们就让李图子承认拿钱 让你承认给钱 对 这样就背合起来了 对 那你知道这个都本身是一个虚假的东西 对 那你为什么你要做 那我没法 我的朋友骗我的 我的那个姓郭的朋友骗我的吗 另外你的两个朋友 在我也不想 我另外还有还有两个股东在里面 给他们非法关押了吗 我想 我想他们说只是把地退回去 这个事就完了 你想得很简单 我想得很简单 我觉得跟政府也搞不应政府 我就说把地退给他们 他们要罚款罚款吗 因为我们还有机会赚钱吗 因为都是企业家吗 那个姓潭的实力很大吗 在我们呢 他也不在乎这个事 但是他们就是怕姓潭的出来告他们 他之所以要把案子 愿案案做铁做实 这也是韩才兵当副局长 PD行动以来 所有的作风都是这样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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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